这里是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东宇平前山步道的入口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石堆 是东宇平前山步道的一个特色 当你在体验这条步道 如果找不到路的时候呢 其实你只要循着石堆 就可以找到你的路的方向 你不可以走这里啦 这样很危险 而且会破坏石被和土石 你要走步道快点 要从那边走 我以为这样比较快 并没有好吗 你怎么走那里啦 不对吧 不要跨上去 真的那么陡很危险 这里已经有路了啊 这里有步道 我们要走步道快点 哇 这里好漂亮 视野好棒哦 整个海看得好清楚 这种有两个石堆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路口好像也有石堆啊 怎么这里都是石堆啊 没错 其实这就是东宇平前山步道 最有一个特色 就是石堆是指引方向的地方 你只要顺着这个石堆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看着石堆 就可以找到这里的道路吗 对 原来如此啊 这一些作为指标系统的石堆 它跟国外的所谓的 朝圣者自己祈福用的石堆不一样 它具有指引方向的效果 国外的很多国家公园 它都会跟游客做宣导 就是不要自己好玩 去创造自己的石堆 因为那有可能会导致别人的迷路 这一些石堆都是由国家公园 以及志工 在国家公园的授权之下 由专业的人带领来做的 这些人能不能平平 在做工会中间 能不能领寻领理 那希望能力 是能力 好 贏了吗 我这可可以购 哦 好好 这一间 这一间 就这样子 就蛮过前的 2022年 由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 与台湾千里步道协会 共同完成的 东宇平宇手作步道 迈入第三年 有别于前两年 手作步道的开辟与诗作 今年的重点之一 就是步道上指引系统 石塔的维护 经由老师的指引 我们可以挑选在一些 作为基础的石头 那大约是落在于 60x40间方左右的大型石块 那石塔越跌越高呢 上面选择的石块 则会趋向于使用 气形三角形这种 或者是有些斜度的石块 让我们整体的结构 可以趋于稳定 相当的耐用 让这边有很多山羊 可以经得起它们的一些摧残 看到这个石堆的时候 除非它有一些 很明显的被山羊踢了 然后它可能已经 有一些石头掉落在旁边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 做一些修补 但是不要去动这个主要的结构 那如果你真的发现 有这个石堆的损坏的时候 请通知国家公园 不要自己去做修复 然后通常这个里面 我们有一个白色的石头 它的这个方向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在步道的转角 假如说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在那个石堆里面 埋白色的 然后那个白色的方向 就是指引的路线这样 其实每一次的步道的调查规划 我们都会先事先的做一些当地的一些文献搜集 先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跟风土名气 接着我们也会配合管处 跟我们自己本身做现地的调查 那到现地做调查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必须也去问当地的这些居民 也把地方的声音拉进来 也符合当地民众的需求跟游客需求等等 因为有很多的步道的规划 是过去生活经济上所需要的 那这个是我们列位在 步道规划调查的一个重点 再走开 这样就给它比较好 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对啊 所以我这边也是做了一个平台 这边有一个平台 我这个上来的时候 我就坐在这个平台 在欣赏前面的西翼屏 尤其黄蚊的时候就特别美 应该曹德大哥跟美华姐就知道 他们是从清明就待到在这里嘛 这一段时间冬雨屏雨量很大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明天要再补一个排水 像旁边这边是土坡嘛 但是到那里的时候 那土坡是向内凹的 也就是说 我们后来做了这个气死矮墙之后 保护住上面的那个结构 不然的话它下面那边会塌掉 再加上羊会踢 那羊一直踢一直踢 本来它的坡脚应该是稳定的 但是后来呢 被踢掉那个地方开始掏空之后 我们是在去年的最后一踢次 把这个地方补起来 跟千里步道协会这次一起来登岛 去做步道的踏查 我觉得收获蛮大的是 他们虽然在做手作步道 但是它兼顾到安全性 甚至于生态环境的那个养护都有兼顾到 比如说有一个继承的一个道路里面 好像就是我们可以走的 但是走久了 它可能就会变成水行走的道路 那可能造成一些冲击 让道路变成具有危险性 那步道师他们在这部分里面就会去分享 那怎么样才是适合去做手作步道 然后又对当地环境的冲击力造成最小 甚至于可以让大家在行走上里面 可以兼顾安全 然后又兼顾生态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 我现在终于知道说 原来这个步道上面 它有一个斜斜的倒水的一个功能 那它的果坎 还有它的边坡的原始是怎么弃足了 沿途的话 它有一个小石塔 这个功用是什么 那未来我就可以把这些 再继续传达给我的学员 让他们在做导演解说的时候 能够有更精确的一个资讯 传达给一般的民众 路线还清楚吗 清楚 很棒 清楚 超棒 那希望说游客 您如果在这边参访的时候 在走这个路径的时候 放慢脚步 还慢慢来欣赏 其实这个有很多鲜明的滋味 在里面包括上面的菜宅 还有体田 同时在欣赏国家会美景之余 也希望你可以了解说 这边存在很多在地文化 那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在地文化 让它的在地文化永续的发展 还有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做这个手的步道最大的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期盼 中从印 Shakira 翻译 回答 稳喔 后我记得 还是好 推着 面 中从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